想象一下你是一个180公里高的巨人 你的头就有20公里那么长 那当你躺在地上看流星雨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流星会是怎么样的呢 哇靠这个好 哇 这一颗好亮 我先回来看 不是 是怎么做的 大家好我是老板杨 欢迎观看本期的天文报告圈 如果你看过流星雨或者看过我的流星雨直播 你可能会留下一种印象 就是流星它是东边一颗西边一颗这样横着飘的 但其实这是一种假象 因为实际上流星是竖着砸下来的 为了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种流星朝我们砸过来的效果 我们提出了一个脑洞很大的一个想法 那下面就请正夜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怎么弄 我们之前看过很多流星的照片 人的肉眼为什么看不出流星有多远 因为它离我们还是比较远 就是对于100公里的流星和100光年的恒星来说 对我们肉眼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 从这个大概7.5厘米拉到几公里的这个长度 这个极限 那么流星和恒星来说对我们来说区别就很大 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流星是从你眼前划过的 并且因为流星它是掉下来的 所以你还能够看出这个流星 它是从远处向你冲过来的 那么我们从普通的这种流星的视频和照片上 是看不出这种立体感的 所以我们要做这种立体感的流星视频 卓潇跟我呢 我们两个人各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相机 一模一样的镜头 然后我们指向同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在电话里喊 喂 博洋 喂 卓潇 媳妇准备好没 哎 准备好了 房子咱们只要看什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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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嘞 完美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出问题的 就基线选择都不对 太长了 太短了 都是没有这种立体感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两个相机 它的这个视野对得不齐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时间有可能对不起来 那么其实好在呢 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生 就从两位手里出到了 就是相当于沉甸甸的数据 才能够一整万的这种工作的 冷心苦劳累 那么就在这个硬盘里 一个沉甸甸的5T的硬盘 但是这还涉及到非常多的技术细节 它涉及到上千行的代码 在电脑上运行了好几天的时间 最终凝结成这几分钟的 一段短短的影片 你可以使用几种方式 让自己感受到这个立体效果 首先你可以尝试 直接用裸眼去观看 你需要假想自己是在望向无穷远 但是同时呢 要让自己的对焦点 对到屏幕上 这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说 有点难的一个事情 或者你也可以使用 像我们刚才这种 一个很廉价的立体眼镜 然后配合我们的电脑屏幕 左边有一个 是你左眼要看到的画面 右边是一个你右眼要看到的画面 那为了能帮你更方便的 把这两个画面能够对在一起 我们有这样一个小眼镜 这个眼镜它上面 有两个这样的小片 可以帮你挡掉对侧的画面 或者你可以使用一种 配合手机使用的VR眼镜 这几个方法都可以让你能够感受到 我们这个立体视频的立体感 我真是感觉这个领镜就在这个地方 它是怎么做到像一个火箭上直接飞出来的 太神奇了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 你即使是先躺去看的 看得去 你看这个星空也是看不出来的 这种立体感 现场肯定看不出来 对 非常的不错 实际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当我看到那个流星从屏幕里面 好像碰出来一样的时候 我简直整个人都要炸裂了 这支影片我会附在我们这期视频的最后 我希望你一定要看 宇宙是几乎无限大的 天灵绝爱的世界也是几乎无限大的 只要我们不断去努力探索 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神奇的玩法 未来我们会用更多好玩的新视角 带大家去看这个宇宙 如果你有什么神奇的脑洞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是罗阳 一个严肃为你讲天八卦的天主物理博士 感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 请你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